今天我们有一宗的确诊个案 牵涉一个32岁的女士 她是家庭佣工来的 这个是第61宗个案 其实她很早在2月2日 就开始有咳和发烧 自己就吃了一些药 没有看医生就觉得自己已经痊愈了 她是和52宗个案是有关的 当52宗个案确诊那天 2月13日 我们问到她其实之前是有点不舒服的 但是自己就觉得痊愈了 但是都安排了她入医院 就去做一个检查的 她入了医院之后 当时她就做了一个快速测试 就是阴性的 但是她照过胸肺片就有阴影的 所以就在2月15日 医生就安排了她照一个CT 就是电脑扫描 都是发现肺部是有问题的 所以在昨天再重新帮她拿了一个 上呼吸道样本发炎 结果今天是确诊是一个个案的 它就是1月26日没有去到那个晚宴的 我们相信都是在家居 在家里传播的 就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61宗个案里面 其中一位就不幸离世 有两位是已经出院 其他58位仍然是留院的 当中他们现在在10间的 10间医院里面接受治疗 在这58位里面 有5位情况仍然是危殆的 跟昨天一样 包括第7位 24位 26位 38位 以及55位的确诊病人 另外有3位病人情况是严重的 新一位病人情况转位严重的 就是第58位的病人 他进院的时候 其实肺炎也是严重的 昨晚气喘多了 就进了深切治疗部 暂时需要一些高氧的治疗 就未需要一个呼吸器的帮助 另外有49位是情况稳定的 在这49位里面 暂时我们知道 今天就有两位病人是可能出院的 包括就是第6位 以及第14位的确诊病人